一、真正的勇士,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,敢于正式淋漓的鲜血,这是怎样的哀哀痛者和幸福者。 而中国虽发明火药,却只会用来放烟花炮竹,发明罗盘,也是用来砍风水。 三、杜尽杰波兄弟在,相逢一笑敏恩仇,四横眉嫩对千夫指,扶手甘为无子牛。 五、真正的勇士,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,敢于正式淋漓的鲜血,这是怎样的哀哀痛者和幸福者。 六、改造自己,总比禁止别人来得难,七伟大的成绩和辛勤劳动,是成正比例的,有一本劳动就有一分生活,日积月累,从上到多,奇迹就可以创造出来。 八十间,就像海绵里的水,只要怨急,总还是有的,九十间对于我来说是很宝贵的。 用经济学的眼光看是一种财富,实战式的日常生活,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,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相关联。 十一,这才是实际上的战事,十一,哪里有天才,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,都用在了工作上了。 十二,在行迹时,夜时时,有人退伍,有人落荒,有人退堂,有人叛变,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,则跃到后来,这队伍也就跃成为纯粹,精锐的队伍了。 十三,单是说不行,调紧的是坐,十四,巨大的建筑,总是有一幕一时叠起来的,我们何妨坐坐这一幕一时呢? 我时常做些零碎事,就是为此。 十五,空谈之类,是谈不久,也谈不出什么来的,他始终被适时的镜子照出原形,拖出尾巴而去。 十六,不满从事线上的车轮,十七,无情,未必争豪杰,莲子如何不丈夫。 十八,有一是两颗心的真诚相待,而不是一颗心对另一颗心的敲打。 十九,以人为解,明白悲伤,是使人能够反省的妙法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